大家好 我是Yumi 大家好 我是Ice 後面是Yuma 後面那位就是 Alan Alan Alan你在和奶奶睡高高啦 看這裡嗎 好 那爸爸要講今天一些事情 那你去跑去旁邊視頻到吧 今天連那個紅屁股一樣 跟猴子一樣 好慌喔 來啊 小心 麻煩你吃喔 Yumi也是吃的東西 還在看平板 先跟大家講個 重大的消息 Youtube的重大的消息 我經營Youtube的頻道 已經有三個月了 從2017年10月開始到現在 已經有三個月了 然後現在目前的觀看次數 到今天為止 已經達了一萬個人 大家看一下 呃 觀看次數達一萬人 呃 一萬一萬一萬次觀看次數 然後11位訂閱者 對 然後今天 今天 要上去請營收 然後我覺得怪怪的 然後我上去請什麼 因為有些網友教 那個影片要怎麼去請那個營收功能 然後我就點影片管理員 影片 基本上點一下 然後動作 那這邊就跳出營收功能 你在幹嘛 你幹嘛 內褲 沒有 小心 看到Yumi的小內褲 走開 走開 對 一般點這個地方 他就跳出營收 結果 今天看沒有 然後我就一直搜 一直找 一直找找找找 找到頻道的這兩個字 大家看一下 版權狀態都是ok 然後社群規範也ok 然後在營業部分 尚未起用 他好像 好像是到一萬 觀看次數啊 他就會自動送提交 申請書啊 然後我就點詳細資料 點到這個 看到第四個選項 傻眼了 他之前的條件 你只要到 觀看次數 達一萬次數 就可以撐起營收 結果他這次 又修改條件 講說 只要你過去頻道 十二個月 觀看次數達四個小時 四千個小時 並擁有一千個以上的訂閱者 就可以符合 接受審查資格 哈哈哈哈 好難喔 好難喔 好難 很難啊 累積次數達四千個小時 才符合資格 累積 打一千個人 一千個人訂閱 對實在太難了 我三個月才十一個人 就要謝謝這個十一個人的 幫助協調 那 呃 我只看到這個有點傻眼 然後我在網路上 去搜尋一些相關的資料 嘿 他就 是香港矽谷 他宣布 少當不良分子 YouTuber正式宣布 更改營利功能 五日前 五日前就是 一 一二三四五 1月17號 宣布 哈哈 我傻眼了 差四天還是五天 就可以申請 營收 結果 打打 四天 對 這個等下跟大家講 Yuma 剛才是Yuma講話 原 原先從一千 一萬次公看的次數 更改過去十二個月 四千個小時 並訂閱人數超過一千人 對 來先講這個 那我算給大家看一下喔 我把它計算機叫出來看一下 大家都知道這難度多高 是 公看次數四千嗎 一年四千 除以365 然後就等於 就是你一天要有 十 點 九 五小時 就是十一個小時 一天要有 十 點 九五 小時 然後 就是觀看次數喔 然後訂閱人數 然後訂閱人數 一千嘛 一千 除以 三百六十五 就是 一年要有 二點七就加進三個人了 訂閱 對 你才 你才有資格 你才有資格 請 那 這個 對 一般的小老闆有錢來說是真的很難 除你本身是網紅或是 一些 這個 這個是 一年還是 還 就是 是申請完之後就可以加入還是這個他沒有講他明白 對因為他遊戲規則會一直改一直改 總之就是大家 老老實實的去賺錢 因為靠這個這都是虛擬的 因為規則一改 像之前那個Uber也是一樣 規則一改大家都死光光 對然後工商時報 YouTube提高創作者的頻道營收收費 受費者 這很好玩公商時報他下面一句話就是 中國時報提醒你自殺解決不到問題 可能之前有一些人是靠靠這個收入過生活這個錢是真的很少 很少 可能很少人就加入的話應該就是不會被退出 那有些 剛剛稍微看一下 我把這個摳過來 那有些網友還會被推薦喔 那有些網友還會被推薦喔 他就說我的YouTube被停權 2018就終止合作關係 因為他次數沒有那麼多 才700多個人 你的頻道將 失去資格 他也被停權 很慘 低於這個門檻的話大家都被停權 之前有營收的部分大家都嫌到被停權 Yumi 爸爸還想靠這個 賺今年的 年 賺明年的年終獎金 現在都泡湯 哈哈 不好意思 就是 叫我們老實的去賺錢 這是第一個部分喔 第二個部分 呃 當然我想過那個 像這些人 像這些人 久妹阿倫 Ryu 郝倫之類的 嘿 其實我都有訂閱他們頻道來看 我覺得還不錯 那些還不錯 這些人喔 因為有些人 是創作者 他們就是 創作的話就是自己 又拍片動力 結果 他們以後的 營收也有可能會受這些人的影響 就是 他們 覺得難度太高了 可能拍一年就不拍了 拍了一年就不拍了 然後就 退出這個訂閱者的平台 這個是 對 YouTube的創作者是一個 致命傷 嘿 大家覺得有需要 行車記錄器 我 我覺得我今天要買車 我才會去看 這些東西 我不買車我就不會看 就是 變得很現實 所以 對於YouTube來創作的 工作者 以後會 更加辛苦 可能這些人有 有幾個網紅比較有名啦 那個還可以維持住 他們一定的 業績及水準 好啦 今天說到這邊 Yumi 跟大家說拜拜 掰掰 好今天影片影片影片就結束了 我們下次再見囉 替我加油 我 我還是會繼續拍片 嘿 那個 加油 加油 因為之前我發現之前都拍一些 家庭生活費片 那之後我會提高 拍片的水準 對就是 不要講營收 營收的話可能會太辛苦 就是可能拍一些 我發現我三個月 PO了兩百部影片 那有些 比較 趣味性 比較有人想看的趣味性 的一些 題材 我會盡量去 滿足大家 去拍 嘿嘿 好加油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記得要不要按訂閱 要不要按讚喔 幫我分享出去 訂閱要PO一千 目標一千 拜拜 拜拜 你訂閱了嗎 你還沒訂閱就點這裡 哈哈哈 拜拜 好 點這裡 在這裡 拜拜 趕快去休息啦 這感冒還怎樣 拜託